好 那麼還有一個問題 剛才有一位陳先生Call in進來的 他說他去一個保險公司 然後去做了貸款 然後到這個保險公司做貸款的過程當中 他覺得他們有刻意隱瞞 然後蓄意引導 反正有一點點他覺得不安全 覺得被騙的這種感覺 他想請問一下您 他可不可以告他們這種情況 Common sense很重要 我們叫貸款是像銀行貸款 銀行貸款 像貸款公司貸款 像保險公司 保險公司是要買保險的 不是做這部分的 所以很多時候的話 找任何一個專業人士 最重要的話 有沒有政府的管制 沒有政府的管制的話 往往他們就可能拿你的信息 你就有很多欺詐行為了 過去十年 我處理至少有五六單案子 都是這樣子 透過分類廣告找了貸款公司 貸款公司的話 將你的社安卡號碼所有的資料拿走了 以後他說 對不起陳先生 我沒有辦法幫你通過 以後你以為沒事了 沒想到的話 這些貸款公司拿到這些資料裡面 他們真正不是做貸款 而是自己再找人到德州 還有外州地方幫你用你的名字 用你社安卡號碼開戶 以後信用卡 貸款這些來做 所以很多時候的話 真正很多貸款的公司的話 它必須是政府管制的 以後好像有很多貸款公司的話 房地產貸款的部分 它會受到房地產管理局這個管理 而銀行貸款的話 它會受到這個OCC 銀行的這方面公會的銀行的政府管理機構來管理的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一定要找一個的話 你想想看的話 如果是普通的銀行貸款不了的話 那我們現在正在處理一個很大的案件的話 也是一個叫做storing bank的一個的話 現在聯邦政府正在調查 因為在過去幾年裡面的話 它一直都是覺得 你不查收入 你馬上可以拿貸款的 很多人覺得的話 你這個是一個銀行 應該是沒有問題了 沒想到裡面的話 現在聯邦政府找他麻煩 他說你這些貸款的人員在裡面作假 以後我拿這些資料裡面的話 好像報不實的收入 提供不實的工作證明 所以很多時候的話 連銀行都信不過 所以很重要一點的話 就是說你要問清楚 別人的通不過 你有什麼辦法能夠通過 以後的話 如果我 對 你有多特例 對 保險公司是賣保險的 它怎麼可能會幫你提出貸款呢 所以我不明白這一點 除非它有貸款的執照 貸款的執照是哪一個執照呢 所以你要問清楚 你們是哪個政府管理的 因為如果你沒有執照 就不可能買保險 有的時候因為貸款公司倒閉了 你可以告這個貸款公司的保險 因為很多時候的話 他們政府管理很嚴格的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找貸款的時候 千萬要找一個有執照的貸款公司 好 所以這種情況它已經做了的話 它能不能告這個保險公司呢 就是你欺詐或者怎麼樣 對 欺詐裡面的話 你要告的話 你可以花錢 你已經沒有錢要向別人貸款了 以後你找律師的話 律師 你花錢我可以幫你組織公道 如果你不花錢的話 讓律師來幫你 義務來做的話 或者是用風險代理的話 這類官司 律師是不會用風險代理的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往往只能是說 萬一被騙了的話 可以向聯邦政府 州政府的投訴 讓政府來取消 吊測它的執照 這樣子吧 它有一些約束 好的 謝謝鄧宏律師事務所的鄧宏律師 謝謝您的解答 也就是說他這事還是可以告的 好 看他愿沒花錢了 好的 謝謝您 謝謝